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這一個 這一個那個 SIMBA Video Capture 你要開始錄之前 大概需要先準備幾個動作 第一個 你可能要稍微了解一下就是 我們的版本的部分剛才講的 就是 非商業式使用是不用錢的 那3.0之後的版本就是 試用期過會有問題 它的費用也不會太高 30塊美金 1000塊有賬 對不對 所以相對來說不算太貴 那麼你要稍微注意的幾個 第一個就是它預設組織資料卡在哪裡 還有我們錄的時候也有什麼快附件 因為其實快附件 雖然你可以不記 但是有記的話 可能你在操作上其實會稍微方便一些 再來就是我們剛剛提到的 輸出影片格式 格式的部分你要去哪裡設定 要怎麼做 那另外呢 如果我們在錄影的時候 如果你不是錄全螢幕 假設你不是錄全螢幕的話 我只有錄這樣的一個範圍 可能我只錄800、600 那這個時候我們螢幕 當你講解的內容 超過這個範圍的時候 可不可以自動跟隨著我們滑鼠自動移動 對不對 你錄的螢幕解析度越小 是不是相對檔案比較小 對不對 檔案比較小 可是呢 看到東西是相對比較早 可是我可以利用這個方式 如果說你很在意那個答案大小 那我就把錄的範圍小一點 可是我可以隨著滑鼠移動 這樣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再來就是我們這裡 我看到了 你要不要加入攝影機的畫面 這個是3.0之後才信真的功能 所以2.0之前是沒有 必須要自己另外想辦法 另外想辦法 那另外呢 錄影的時間 還有錄影的這個文字 要不要加進來 比如說我先給各位看一下 我們剛剛上課的 其實我都有錄 我剛剛在這裡 從這裡好了 你看一下這個 有沒有發現我的上面這裡 好的 那今天 有沒有我把上課的時間 錄在裡面 對不對 然後誰錄的 我也放在上面 所以這個部分是看你 因為我們希望說他 總是這是自己的東西嘛 簽與蓋章 好 簽與蓋章 當然你要放很大 或者是類似像浮水印這樣也可以 就看你覺得說會不會去影響到 就是觀看成這樣子 好 所以 這是我們幾個 需要注意的地方 那我們就先一個一個來囉 你看到我們打開這一個 打開這一個 進來之後呢 首先第一個 你先看一下下面這裡 有沒有 我們錄影的格式 這有錄影的格式有沒有 那你可以看到 我現在是把換成MP4 那麼軟體預設值應該是在 應該是在AVI 應該是在AVI 其實用AVI事實上就可以了 用AVI就可以了 那 你可以看一下 如果說我們重點在後面的這個邊嘛 所以以以後的這個Action 你把它點開 你會發現我們這裡用的就是什麼 就是H.64 重點在這邊 你說用MP4 檔案也會小沒有錯 但是H.64 檔案除了小 怕你會比較 以MP過來的好 比MP過來的好 所以其實 你可以 這個 它預設就是這個 所以你 不需要特別改 不需要特別改 這邊 這邊是用哪一種壓軸的方式 不會影響到前面的編碼 不會影響到前面的那個橫復檔名 所以 你今天即使我是用AVI 我是用AVI 但是一樣可以選擇 我們可以看一下 有沒有 是不是一樣H.64 對不對 不同的檔案格式可以選擇的編碼方式會錄掉 但是我就會去找有資源H.64的 這樣子錄下來 檔案就是 小很多 小很多 尤其我們 其實我們一般來講 如果你錄的是 尤其我們是那種電腦上的畫面的 那其實 檔案 小會很明顯 如果你是錄 比如說我是錄影片 像Youtube影片 完整的影片 這樣錄很長 那當然檔案是比較大 因為畢竟畫面是在切換 可是我們如果是錄電腦上的畫面 老師講解的過程 那個應該就都還好 就會 檔案會更小一些 這是第一個在這邊 各位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那我今天簽的MP4 是因為那個政府給我講 他要 學校有本事需要MP4 所以我就讓他不用再轉檔 這樣比較方便 比較方便一點 那第一個 好的對不對 再來我們來看 第二個要解決的 來上面這裡 有一個選項 我們剛剛有 因為軟體的預設子 通常都會儲存影片會放在哪裡 我的文件夾對不對 反正很抱歉 那就不是你的文件夾 那個是微軟自己的文件夾 你從來不會把你的檔案放在我的文件夾對不對 因為你都會放在可能低槽 低槽 我請到你自己的那個私房景點裡面 對啦 可是軟體通常預設都會找那個地方 那所以我自己平常錄製的方式是這樣子 我會在桌面上 那我就會開一個 我看一下 好在這裡 我會開一個方天日期的支架角 就錄在那裡面 好就錄在那裡面 而且呢 你剛才有看到我在錄影的過程 如果我按下去 是不是就會先問我打開什麼叫什麼名稱 這個我有改過 如果平常各位沒有修正的話 他就是直接用預設子錄下去了 好像我們打開歐筆 直播的是不是叫未命名一 未命名二 那你自己再重新 就是錄完之後再一改 我是比較不喜歡這樣 那我會從這邊 上面有一個option 雖然這個軟體沒有中文 但是我相信對各位來說不會太難 好你進來這邊之後你看 他可以錄的來源 錄的來源 一個是錄我們的 網那個 只有錄所謂的網路攝影機 只有網路攝影機 第二個是你可以連接遠端的 比如說我們有那個 好像加用那個監視器有沒有 你只要有帳號密碼 那有那個IP位置 有網址 我就可以連進去 好那 但是大部分 大部分我們主要都是 錄螢幕上的畫面 螢幕上畫面 我只要把網路攝影機畫面放在螢幕上 也是屬於螢幕的一部分 對不對 所以我們一般預設子都會是這個 好就是這個 那第二個呢 你看一下我們這裡有 Audio Audio部分 我用的就是直接用網路麥克風的 網路攝影機的麥克風 那Audio的 重點在Audio的這邊 預設值在這裡 預設值呢 是使用這個名稱 使用這個名稱 也就是 MOMO001 MOMO002 這樣子 所以通常我就會 告訴他 我希望我的目標資料夾在哪邊 然後呢 每次在開始錄影的時候 然後請他就出現 讓我命名的這個 最好方塊 這樣的話 我們在使用或強對比較方便 當然啦 如果你覺得 每次都要想名稱 還好思考一下 不知道該怎麼辦 你就先錄就說了 再說了 你後面再來也是可以的 這個都沒有關係 那另外呢 快速鍵的部分 快速鍵的部分 各位可以稍微了解一下 在這 這幾個地方 你可以看到 我們的快速鍵的話呢 我只有新增一個 到了 到了3.0之後呢 你只要新增這個就可以了 就是這個 暫停 因為有些時候其實 我們操作 像我剛剛 等待的時間就要不要錄 我是不太希望錄啦 因為你回去看 也要等待 雖然你可以快轉 總是比較麻煩嘛 所以通常我就會在 過程裡面就暫時錄下 或者有些什麼時候 我在準備的時候 比如說我可能 在 錄影的過程 我可能有 某些地方 我需要做切換 可是 不需要直接錄進去的 我就會先做暫停 所以我會把這個快速鍵把它加進來 那 一般來講 我們 軟體 錄影的軟體 絕大多數的快速鍵 大概就這幾個 F8 F9 F10 不然就11 12 大概是這幾個而已 大概這幾個 那 所以我通常就會先看一下 那 怎麼去新增這個快速鍵 你可以像這樣子 來這裡增加 來這裡增加 然後你就看你要什麼功能 那 你就按下去 這個之後你的組合鍵就可以按下去了 比如說我的Ctrl加7 有沒有 按完了 它就收到了 它就知道 那你就按下去確定 這樣就可以 好就可以 當然相對的 如果你不要的 就給它把它刪掉 你也可以 所以主要會是這幾個部分 這幾個部分 這樣就可以了 所以你的預設的資料 只要在Afford這裡 好 Afford這邊 然後呢 你的快速鍵 有沒有需要做調整的 另外呢 它在這個地方 這裡 錄影的時候 如果要不要出現滑鼠的那個游標 還有要不要把你滑鼠游標把它 highlight了起來 就是你在移動的時候 滑鼠的游標會出現這些顏色 或者拖曳的時候 拖曳的時候會有這些顏色的 就是像在這個地方 這樣 稍微了解了嗎 所以 我們主要是在這邊 那 另外還有一個是在右手邊 這個 如果你沒有在這裡 你可以點一下這個A 好這個A 就會出現這個東西 這樣來點 好 預設的文字 預設文字 那麼 這裡你有看到一點點外新聞對不對 有沒有導致很奇怪 新版本 到3點之後 它下面就可以直接 include time standard 就直接就進來 但是舊版本 你如果用2點多的 你要自己把這個加進來 其實你把它認真看一下 年 月 日 有沒有 它只是 我只是多一個斜線 把它隔開來而已 有沒有 年月日我把它隔開來 這樣子而已 它就是那個時間的那個符號 那我怎麼知道有沒有 其實你滑過去這邊的時候 它有做說明 滑過去 不是 有看到它做說明了嗎 滑鼠滑過去它就有告訴你 欸 你的年月日要怎麼表示 那另外呢 字型的部分 因為 我們錄螢幕畫面 有時候會 顏色會做很多變化 如果你只有用單一顏色 像我現在這個顏色是白色的 用白色的 遇到白色就看不到 對不對 所以我通常會把這個地方公講 Outline 也就是會做一個外框 做一個這樣的外框 這樣不管我後面是什麼顏色 因為我會有一個框 我的字至少會看得清楚 好看得清楚 那麼字到底要多大 大概是4或5就夠大了 我現在就用4而已 看起來好像是 你不要把它想做 好像我們OBIS那個4 OBIS4是非常小對不對 但是我們在這個方面 其實大概4跟5左右 就是你現在看到這麼大 就這麼大 育增是10 所以會很大一排 很大一排 除非你覺得怕人家忘記你 你就會弄大一點 你就會弄大一點 不然的話 通常是不太需要 如果沒問題 你就可以準備開始錄影 預測是錄全螢幕 好 預測是錄全螢幕 那等一下我們再跟各位介紹一下 如果你要錄局部畫面 你可以怎麼去做錄影 好吧 所以我們現在就請各位 你可以稍微試看看 快速鍵 你如果說還沒有 那個的 來這裡 有沒有 我們剛剛講的 輸出的那個我們就再說 那加入攝影機畫面 如果你剛裝的是那個 3.0版的 就會多一個這裡 多一個這個 你可以在上面打勾起來就好了 Enable就可以了 那你可以選擇你的畫面要附現在 哪邊 預設子在右下角 好 預設子在右下角 那你的size也可以自己調整 也可以自己調整 通常我們通常不是很想嚇到人 所以大部分我們就不會站太多畫面 因為畢竟不可否認 你站在這裡的話 請問這邊畫面是會不會擋到 對不對 你的螢幕上的畫面 可是我在錄影的時候 你不會看到自己 這套軟體跟那個Apple Pay一樣 就是雖然我確實有錄 WebP的畫面 可是我們錄影的過程不會看到 這有優點也有缺點 因為不會看到 所以有時候你就忘記了 比如說我已經跑掉了有沒有 就離開那個視線範圍 可能就沒有自己注意到 可是優點是說 也因為這樣 所以我不用太過擔心 自己的那個 只要你有對好的 其實你就很自然的 老實就不會說 因為看到自己在裡面 然後覺得 嗯 要照顧注意一下那個攝影機 這樣 了解 OK 那我給各位試看看 好不好 你待會錄看看 你看看那打看大線 真的蠻小的 真的蠻小的 OK 揮助鍵 Ctrl加F9 Ctrl加F10 3.0是已經增加了F9跟F10 F9 那 那個 2.0的話 你要自己增加F9跟F8 F9跟F8 好 那我們現在大概是2點半左右 我們是不是先起來讓大家休息一下 好 你先就起來休息一個10分鐘 好 起來動一動 動一動 那待會呢 我們讓各位一點點時間 你稍微自己實際操作 錄影看看 對 離開 對 中文字幕——YK